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当代艺术馆推出 两党崭新策划连展 共视觉与主题乐园幻想 功成挑战赛 即2021年当代馆首度推出 新生代策展人系列展后 今年由孙以珍与王涵芳 两位策展人 揭续以新生代的观点 结合自身跨域的策展潜力 展开不同维度的当代视野 那这个作品它是 主要是想要探讨说 如果人的意识 是在人的身体里面 那透过VR这个载体 可以做怎么样的身体互动 好奇迹作品 意识景观系列 由三件VR互动装置构成 作品将VR装置视为人脑外挂 邀请观众分别在高脚椅 草地 透明帘内 在三段虚拟实境中 探索意识与肉身 与自我与时空间的关系 共视觉策展人孙以珍 从横跨生命科学 与艺术的背景出发 集结国内外六组艺术团队 展出作品 涉及科技 非人物种 神灵信仰等议题 试图共创一座意识实验场 递出重启人类觉知的邀请 第一他脱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共识 如何达成 其实最原初的问题应该是这一个 那人和人之间的共识如何达成 如果我们继续去追问 和去探讨说 在共识的达成与不达成的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共识 它不是只有语言的交换 立场的协商 其实还有很多是感受 或者是非语言的同步 所以在这样子的出发点之下 才会发展出这个共识觉的展览 那这样子的提问 它为什么会用共识觉 这个觉知作为展览的命题呢 还有为什么你一直在展览里面 看到所谓的意识跟共同意识 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是因为在思考 共识的达成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语言 还有感受的同步而已 好像有更多是 你甚至没有办法立刻说清楚的那些 隐晦的交换 包括资讯的交换 感受的交换 立场的交换 或者是价值观 世界观的交换 所以在这些交换里面 我希望在艺术的场域里面 我们用艺术创作的想象力 或者是创造力 去把另外一个讨论的空间打开 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 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 好像有点奇幻 有点要进入以前那个 New Age那种感受 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要探讨的人 就是个体跟个体之间 要怎么样同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当疫情 虽然台湾已经慢慢的要进入 所谓的后疫情时代了 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疫情席卷之后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感 或者是同步的方式 互相感受的媒介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在这样子的时代脉络 还有我个人比较关注的议题之下 才会发展出这样子的展览的命题 二楼展区由策展人王涵芳策划 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展览 概念来自于社会高度复制 迪士尼化的沉浸体验 邀集国内外六组艺术团队 重新探究各种欢乐高强度且过载的刺激 反思充斥于真实与虚幻间的问题与真相 二楼的展览其实跟一楼的展览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是有类似的状态 其实就是它其实有可能 创造出非常不同的世界 但是在同一个平面之上 那二楼的展览其实主要是以 就是主题乐园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去探讨 这次的展览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就是 假设如果大家平常走在就是城市里面 可能偶尔也会发现一些 类似像这样主题式的环境 比方说可能像是主题式的饭店啊 或是主题式的餐厅 甚至可能有一些就是历史的遗迹 其实当它要被重新整理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对 主要想要去陈述的一个脉络 那它可能会牵涉到经济的层面 但是它也可能会牵涉到政治的层面 比方说像有很多类似像城市类型的博览会 它其实除了就是去介绍那个城市之外 多少也有一点城市宣传或是观光的目的 所以在这次的展览里其实主要我是想希望借用主题乐园 作为一个范本 然后来去讨论看看就是在就是城市当中 跟主题环境有关的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它背后的运作的机制 或是它的运行方法可能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之所以是挑战赛的原因 因为之前有蛮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可能是有点直觉的想法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也许可以挑战的事情就是 我们个人或是说我们所在的那个机构 或是这个团队可以在像这样子的主题环境 或是像这样的故事里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今天主展分为一楼跟二楼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主视觉也有两款 看起来非常不同 但是这两档是我们近年来当代馆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推动 就是青年策展计划 我们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是不断往前 也希望经由更多这个年轻的策展人的眼光 在我们看向世界现在正在讨论重要的议题 所以青年策展计划会是我们持续推动很重要的一个 面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是让我们更认识当代艺术 在最新议题发展的一个机会 那这次的主展分为一二楼 一楼是由孙以珍策展的共视觉 因为认识非常久 我知道以珍长期在生物艺术 以及在哲学科学上的一些兴趣跟努力 所以共视觉大家会看到它有一点迷幻的样子 但是那个样态其实是 不管我们在跟别人意识的碰撞 或者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潜意识的那个阶段 它有很多的作品希望能够呼应 或是提出这样的一种观察 二楼的展览名称稍微长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这其实是充满一种刺激的感觉 主题乐园可能大家从小到大 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过 但这个主题乐园发展出来的一个展览 它一定不是在歌颂或原样重现主题乐园 而是主题我们可以经由到二楼的这个参观动线 看出策展人其实不管在作品的挑选上 跟艺术家合作上 以及希望观众经由这些路线 能够向我们进入主题乐园 被设计好的一个情境一般 来讨论这个主题乐园延伸与当代艺术相关的议题 共视觉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两档展览 即日起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至2023年1月29日 欢迎民众清零现场 一起打开多重感知的体验层次 遇见当代艺术的新境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内湖公民会馆正在展出一档 公笔花鸟师生展 担任中华民国公笔画学会荣誉理事长的 邱素梅老师 带领30多位学员 展出多幅公笔花鸟的画作 透过观察大自然 呈现出多样的花卫 鸟类动物等创作 还有学员结合自己的心境 画入作品中 展出时间到11月24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墨池点点红 邱素梅公笔花鸟师生展 目前正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 有多年教学经验的邱素梅老师 特别带领学生 共同举办公笔花鸟的画作展出 透过观察大自然 将一草一木 花鸟走兽入画 还有学员将自己退休后的心境 一起融入公笔画中 这一次我们在内湖公民会馆的展出画作 都是由中正纪念堂的 五班跟晚班的同学 一起来展的 总共有差不多32个学生 然后作品有50多幅 这一次的作品 林兰满目 都是学生他们喜欢的作品 包括我课堂上面教的 或是他们自己去写生创作的 包括花鸟草丛走兽都有 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一起参观 这场的展览 我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是以白露丝为主要的 因为我是内湖人 我在内湖的内沟出生长大 我也是念内湖的东湖国小 所以说我本身现在也住在内湖 我对白露丝比较好的印象 比较深刻的印象 就是因为我小学放学回家的时候 都会经过一个白露丝山 可是这个白露丝山不是现在大湖公园 上面的白露丝山 是在我们有一个全部都是竹林的地方 所有的白露丝都会在上面休息 与产卵延续下一代 我们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它 所以我对白露丝是非常有感情的 所以这一次能到内湖公民会馆 来办这个师生展 我就以白露丝这一幅画作 呈现给大家欣赏 那这次是由我来策展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本次的作品里面 我有两幅作品 那一幅是戴圣采菊 另外一个是在后面有一个 就是柿子跟那个蓝雀 那我画我是金门人 所以我当初我在就是画这幅菊花的时候 那是因为菊花其实入画 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比较少 那菊花本身它有一个意涵 就是一个隐私的一种精神 那文人很喜欢这种就是 等于说它的休闲 它的那个意境里面 有一种隐私的状态 那因为我以前也是在金门 我以前有在政府单位担任过职位 我是以前是金门九差 厦门公司的总经理 那后来我来退休了以后 我就开始跟邱老师来学画 那所以这幅菊花的这个部分 我就把这种精神 等于说我自己也退休了 然后我开始来学画 我有这种意境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里面有一个戴圣 那在戴圣是我们金门的就是线鸟 那其实戴圣等于说是古时候 索罗门跟四八女王的信使 那所以我把这幅画呈现在这里的时候 那就是有一种就是 当你在休闲隐退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休闲的时候来学学画 那种休闲的精神 我这一次参展有三幅 那这是其中一幅 那这一幅的话就是 利头鸭家那个芙蓉 那因为我家就住在双溪 那个河边 所以我常常去那边那个散步 常常去散步 那在因为台北市的那个环境 那个环境现在变得很好 就是这一些绿化什么都很好 所以我常在那个河堤那边 看到很多鸟类 像那个亮鸟啊 八哥啊 南雀啊 甚至我也看过绿头鸭 那河边也常常有一些芙蓉 那我就想说 那把我们河边的一些风景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呢就 就创了这幅画的那个稿子这样子 那找一些资料 然后或者是就是去看一下 那个芙蓉是怎么长的 那稍微看一下参考一下 找一些资料 然后就说出了这幅画来 那邱老师其实他帮我们 就是他在 他很鼓励我们常常要去写声啊 去观察大自然 所以我觉得我学了这个画之后 会变得比较 就是只要出去走路或干嘛 就会比较常会去注意这个植物啊 这个花啊 它的生长的季节 还有它的那个结构是怎么样 那反而对自然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 然后更容易融入那个大自然中 而不是就是这样子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走马看花就回家了 对 我这一次呢主要是这幅 后面还有三幅是有一点不同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强调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环境有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那我这幅呢是苹果跟这个冠语化媒 那冠语 苹果是属于在我们台湾 它会种在比较高山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配的鸟 就是属于比较寒冷 比较高一点 台湾有的鸟 这个叫冠语化媒 在平地可能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然后我会选这幅是因为 我们除了花鸟以外 我们也有水果 那我想一想大家交出来的作品 水果比较少 所以我就选这个这样子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公笔画 邱素梅老师说 公笔画主要是先画出精致细腻的线条 再用颜料层层渲染 呈现出精致的美感 大家都不了解什么是公笔画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公笔画 公笔画就是用精致细腻的线条 在我们的有繁过的宣纸上或是绢布上 画了精致的线条 然后再经过层层的渲染 然后创作一幅精致细腻的作品 那我们公笔画它的创作就是我们从临摹 在写身 在创作 所以说在临摹的时候就是初学者 我们都是以临摹为优先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写身 在创作就可以得到一张完美的作品 大家都说公笔画很难会伤眼睛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的公笔画一定要出去外面写身 写身的时候我们就会接触大自然 然后接触美的事物 接触美的事物就会让我们的心情产生愉悦 愉悦的话就会创作出好的作品 因为它是慢慢一笔一画 然后融入那个画中 然后因为你要去观察那个大自然 那你在画的中间 你感觉你好像在那个大自然里面 那当你画得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就是在一个冥想的状态当中 所以就算你心里有什么很多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你在画的当中就慢慢的被疗愈了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都在大陆 那我退休下来了以后 我第一个报名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邱老师的那个公笔花鸟的这个的 所以我习画的时间总共三年 那刚开始学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老师很亲切 而且很有耐心的 教我们从怎么开始拿笔 然后把解释我们所用的公笔画 到底是什么叫公笔画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我们这种初学者来学的时候 那我第一幅画画出来以后 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那老师也同时那时候 我们刚开始初学的时候 老师也很热心的把我们的作品 不管在中正纪念堂 或是有参展的机会 他都让我们有机会去出现 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呈现 那我也很幸运的 就在那个时候 我的作品也有录到 就是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当代的那个就是书画名录 我们比如说两岸的部分 有把我的作品也放进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另外一个额外的优点 就是说退休了以后 你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跟场域 跟交到很多有志一同的朋友 交换心得 没有勾心斗角 很快乐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阶段 最快乐的一件事 那创作的过程的部分 我把我们金门的生态 包括我的鸟类 包括我的就是植物的部分 我希望一一的 因为老师的教导 我能够慢慢的 把我们金门的生态呈现出来 那这就是 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人家说 林翠云你会画画 对的 我觉得我就有这样的一个 把我以前不会的东西 这次竟然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就非常谢谢老师 也就是也谢谢 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有把我自己 潜在的一个 原来唯一可以画画的 这个 这个 这一个能力 呈现出来 邱素梅老师说 工笔画的创作呈现 其实很活泼多元 现场有学员 画在一种金色的金尖纸上 展现不同的视觉效果 也有画在 捐扇上面 多面的捐扇 加上工笔画风 衬托出了不同的美感 内湖公民会馆馆长张秀杰说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欣赏 秋素美工笔花鸟师伸展 沉浸在细致优美的画作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中家宽屏最狂双十一来了 申办家用宽屏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纤上网1G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想两大好礼 给你三十五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4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十一月八号起 限时五天要办要快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十二月十五号为止 公布奖励那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预见基金会举办老人照顾服务计划记者会 公布青壮年民众长期对照顾的看法调查 并公开照顾者之身的议题影片 不堪照顾长年生命的父亲 男子狠心是父 警方赶到现场 但人不知 嫌犯被问到为什么杀爸爸 他只回应社会悲歌 近年来照顾崩溃事件 屡屡登上新闻版面 显见长期照顾压力非同小可 伊甸基金会举办老人照顾服务计划记者会 邀请因演出戏剧 妈别闹了 再度登上一幕的艺人Billy 担任公益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关注长照家庭的处境 永老同行坐回来 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做每一个需要的家庭最坚实的后盾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子女她一定也有工作 除非她没有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她会来照顾你 但是平常我们也不要 假如是长期 你也不希望去影响她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公平的 你一直在照顾你 然后她变成说她的事业怎么办 然后她照顾你她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假如能够说 有一些朋友年纪大了 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是太好了 所以也可以互相照顾 最重要就是要健健康康 对 我觉得大家年纪大了 每天绝对不要闷在家里 就说坐在那边不动 像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不太动 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我们不要人家照顾我们 我们就是每天一定要想办法出去走一走 散步 家里周边 公园 看看人 然后这样走一走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种种花草啊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 然后阳光一点 动一下 每天伸展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心情很多帮助 因为年纪大了 现场也邀请到伊甸居服员 同时也是长期照顾者的念词 与担任社工的女儿秦鑫 到场分享自身照顾经验 以及如何寻求社会支持 之前是在工厂上班 然后车程又远 大家都已经六点多 有时候塞车都已经六七点了 其实妈妈是一个人在家的 其实你虽然在工作当中 有时候也会担心 都要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 会让他老化很多 尤其是我就觉得他也是很孤单的 在家里的人 所以后来就是感觉上 秦鑫我的女儿 她是做那个社工 然后她因为在我长期看我照顾妈妈 然后情绪也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有压力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也在教会里面 然后服饰一个身脏的朋友 是 然后推轮你 然后女儿看我体力还可以 就力量还可以 推轮你还蛮安全的 她就介绍我说你要不去受个训练 是属于居家服务的服务员的训练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去搜寻看看 然后搜寻完了之后 就一个机缘就可以 因为刚好我们公司工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经历比较困难 就收起来 那我就考上了执照 然后就想说 低点基金会在三峡有个机会 西武北居家有个机会 就我就去面试 面试下 所以后来有这个机缘 那在训练的当中 其实我也照顾到我先生 我先生是因为鸡飞开刀 然后受伤开刀 然后我就去医院 用我去受训的这个尝试 就是去服侍我先生 那我们社工人员的角色就是去看 我们的家庭大夫的现代 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有什么适合他的资源 我们连接给他 那我们也会就是定期的追踪关系 那如果像是有一些家庭暴屁啊 或自杀这些等等 有可能会引发家庭悲剧的这些高风险 我们都会特别的去关注 那我们其实距离的除了这样子个别化的服务之外 我们也会办一些年备的团体 或是课程去教导一些新手的照顾者 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 他们一群人然后对彼此是更了解 彼此平常都在做些什么 他们一定就知道 然后可以同理大家对对对对 那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力量 对那我们其实也会希望呼吁就是社区的民众更认识 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那我们也会办选和活动 然后我们请照顾者就是巡回 然后手冲咖啡给大家喝 对就是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然后跟他们的故事一样 其实肠道服务是很好用的 可以帮忙到家里来 你可以有人帮忙你照顾 但为什么这个家庭或是这个照顾者没有使用呢 我们去深入了解那个原因之后 发现其实不一定是照顾者本人不想用 可能是他的亲戚手足 对他有一些想 就是觉得说照顾本身就应该是你的责任 怎么可以交给外人 那或者甚至是有些长辈他们的观念 就觉得外人到家里来不太好 因为没有用过服务所以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 我们慢慢让照顾者知道说 其实照顾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其实是整个家庭然后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都需要一起来承担 那我们就是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 那我们一定会承接这么多的承道的服务 那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者 可以在面对照顾这个工作 有一个很好的挑事 那他们不会因为照顾而失去自己的工作 或失去自己的人生 记者会中 伊甸基金会也公布一份 针对18到45岁青壮年 对长期照顾的看法调查 我们的青壮人对于长期的看法 有七成的人认为应该由子女来负责 照顾长辈但是另外一个数据看到 我们的长辈其实在对于自己老的时候 只有一成亲选择之女来负责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社会的现象 就是很多的长辈 尤其现在少许化的时候 很多的长辈知道她的儿子和她的女儿 她的未来的一个家里 可能在经济 可能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她也会觉得说 如果完全的依赖子女 对她们的儿子 也是造成的负责和负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 有可能会越来越无聊 好 越来越无聊 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 老人家在社群里面的生活 有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办 所以我们期待以 藉由医院基金会成和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从社区 我们从日间照顾 我们从居家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传习 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 能够关心长辈 了解长辈 正式长辈的需求 今年刚好是1.40年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1.40回基金会 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从和尚 从深信尊爱 到老人造的体系里面 我们可以串延持着照顾 我们期待更多的资源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社会朋友们 能够关心 能够支持1.40回基金会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一起永老同行 奏灰矮 用一杯咖啡 倾听照顾者的烦恼 分享长照的重要 让服务不间断 让爱永不止息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国内传统艺术中心 主办的2022斗政区虎师派对 11月12、13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热闹登场 以弄施五虎为核心 邀请全台27组震头勇猛出阵 加上采接慧眼市集 邀请民众一同来欣赏台湾传统文化之美 施政界长青树台北大龙洞金师团 和施头界爱马仕自立悬安金师团 在台上威武出阵精彩出击 在施政与战鼓的火花中 为民众驱邪厨艺祈愿平安 今年国际传统艺术中心 主办的2022斗政区师虎派对 将在11月12、13日在士林登场 汇集全台施政虎镇起剧演出 威风开趴 谢谢文化部跟序举中心邀请 让我们这样施头有机会参加 很久没有 很久没有出 资历有25年没出 都是我们施头管他们在出 我们有25年没有出施政 我们是从湖南乡村来镇压台湾兵变的 士兵留下来 在我们老师府 留下来当护院 然后教了我们大洪洞七十串的士兵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真的士典没有耳朵 因为 我们以前说 以前说 老人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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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师兄弟 已经发现了 真的是气象了 所以我们的 庄里的起雅 就把狮子的耳朵割下来 从此我们这只狮子 就没有了耳朵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十点开始我们就会有户外的会议 然后十点半我们会有采接的活动 这次的采接的范围又比去年更广 而且在区长跟三大公的协力之下 我们已经都规划了比较大的采接的活动 让台北市民们能够看到这个镇头一镇 因为一镇在南部常看到 但是在北部比较少 我们也希望 把各种的文化都能够在各个地方展现出来 然后我们从早上十点 十点半采接 这些一点半会有点睛祈福的仪式 就会在大表演厅 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届时会有 可以看到不同的镇头的表演 不同的异政文化的多元化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也跟北异大做充分的合作 再过来就是 我们会一直演到什么呢 当天会一直演到 六点晚上六点五十分 十八点五十分 你看就是在晚上七点 大概会晚上七点左右 这你看大家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尤其是台北的朋友们 都能够带着你们的孩子 或者是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看 然后喜爱摄影的人来看 把这个台湾最美的一镇拍出来 给世界的人看 除了去年是一天对不对 教好教座之外 我们今年加码 在十三号 我们跟台湾农师议政联谊会 也就是NONO会长 讲成会长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而且NONO会长比较多人知道 他们呢 接续在礼拜天 也就是十三号的时候 从早上十一点到下午十六点 那个呢 也是做户外的大会演 那时候呢 会由NONO跟许孝顺亲自主持 届时27組十虎镇头 各路豪兽 与祥瑞神兽 穿梭在街头 充满台卫十足的嘉宁华 以失灵为核心 包括户外会演 采接派对 市集等活动 让各多民众认识枕头之妹 第一次的亮姐第一团的话 是外谷的义虎团 义虎团 我们看到五老虎 那他有一个很丰富 他的一个发展脉托 我想也是让我们眼睛一亮 这个五年有五老虎 那主要也跟大家分享 那明年兔年会是怎么样 明年一起来拭目以待 所以老虎本身跟狮子虎师虎师 我想是 他的社会里面很重要的 两个吉祥的祥瑞 那 那个 因为今年 疫情才刚解封 不然的话 未来有机会 因为日本有很多五老虎 日本在整个东北 在仙台 岩手 这个是有自己的专业之一 大概有三百团的五老虎 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台湾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 老虎跟狮子怎么样 来做一个很好的串联 我们发现在 这个南部南台湾的 高雄的 这个凤山的五甲 他有一团 这个叫 这龙神公的塞兵 各位 好朋友发现 右边这张图 就会看到 有人穿老虎装 老虎跟狮子是怎么一回事 请这个 十一月十二号 拭目以待 他是第一次离开凤山 第一次到台北 我想也是 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将近有百年的老师团 这个是很棒的 下一页 接下来等一下会看到的表演 台北都会 这个都市化越来越快速 那不过台北其实保留了很多好的老传统 包括等一下会登场来表演的 我们把它称为台北老塞座 然后台北最老的师团的大龙统金师镇 他跟早期的先民的一个肯拓 跟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等一下二哥 李士泽团长会带领团队来做一个 这个 怎么说 前期的一个表演 那更整套的部分 我们就期待在十一月十二号 这个台北大龙金师镇是台北市所登陆的文化资产 再回到前面那一张 那下面我们看到自立悬安金师团 各位朋友会发现左边有一个特色非常大的一个石头 他们的记忆是新北市保存的文化资产 用手工做石头 而且做得让你看不出来 这个石头的记忆用了哪些技法 因为用了太多技术了 包括纸的技术 这个金工的技术 包括这个我想我们在北异大这种学院教艺术 我们看了之后我们都觉得惊叹不已 所以这一次他们不只会带石头 而且他们也会有整套的表演 再等一下也会登场 好 再来的话不只有台北 所以我们也认为台湾的施政应该要整个用台湾来看 所以这个这一次国庆很重要的一个亮点的西南辽的金师镇 台南的鸿头是中部地区在北港奥西罗等等的这个区域很强的这个施政 那这两团也都是文化资产 文化资产 特别是台南跟云林的保存 包括这个大家想到北港 北港的山座 北港的山座很重要的武镇的这个老徒师 会整套的上来台北 这个整套不是只有一只狮子而已 好下一页 好 除了这个以外我想台湾文化最多元 多元是我们的一个价值 所以很棒的这个客家师 新竹所登陆的文化资产 穹林的客家师 还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很重要的13号的醒师 那不过12号我们也找了一团 这一团 跟我们13号 这个诺哥领军的这个议政协会 同样都是很优秀的台湾醒师的代表 国际干军师王的这个吕师傅 也会是这一次12号的早上的开场 我想由这个世界冠军来做开场 象征两天的活动会非常的顺利 好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我们在经常讲说传统文化 要做一个世代的交替 跟世代的一个弘扬 这我们找了诗团 在台湾南北各地包括台北 我们找了这个台北市的东部国校 那是台湾师 那我们也找了我想跟我的所属学校北异大 同样在培育年轻的一个艺术专家 那这个戏曲学院 他们会以最精彩的这个北京师来做表演 那形式的部分找了桃园三角国小的小朋友 也是这几年这个国小的一个形式表演里面 经常得到冠军的冠军队 最后一团我想也是想大家可以秉析的期待的 再来自于云林的偏乡的夏伦国小 这个学校听说学生只有二十几位 那不过他们的这个龙凤斯 这个这几年都是中华杯的冠军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 这个偏乡的小朋友怎么样透过医政 让台湾的文化可以有序的传承 因为我感觉小孩很想看龙凤 只要这个有听到人你拍摄谷 或是说摄谷 那不过去 小孩就走出去看 不管是人台湾 庚挡挡挡 这个其实很多 很多大家觉得 这是我们台湾很多传统 我们台湾固有的这个 龙凤这个文化 那我觉得 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演艺的身份 或是透过大家喜爱这个文化的人 那我们把他努力的把他传承 甚至有一点点创新 然后把他这个这个推广出去这样子 镇头艺术是台湾在地的传统艺术 今年举办第二年 持续发扬镇头欢庆祈福 娱乐人生的精神 永续文化新传 2022斗争去 五十块对战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提倡首都圈的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都应该享有相同的优惠待遇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 昨天与民进党北北桃三位市长候选人 共同提出首都通1200元吃到饱的政策 另外下午蔡适应也首度与太太蔡侨婷 共同在安乐区进行车队手接 又在林市长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基隆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蔡适应 首都圈的民众每个月只要1200元 就可以使用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 事实上双北从2018年开始之后 我不只一次在立法院 在许多的活动场所当中 我都有提到希望可以纳入首都圈的 这样一个共同的概念 纳入首都圈的共同概念 其实卡到的就是关于 活道客运是否能够参与 以及台铁是否参与的问题 那当然涉及到中央跟地方 彼此要有互动跟互信 那这一次四应 还有林佳龙、陈时中、郑运棚 我们几位在共同讨论之后 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以双北1280为基础 共同来扩大首都圈的月票 那这个首都圈的月票 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容细节就是 首都圈月票一个月1200元 然后包括了捷运 包括双北的客运公车 也包括了台铁 也包括了我们的国道客运 另外还有基隆市公车 跟陶原市的公车 这几个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们的价格是1200 那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价格 是因为我们推动交通平权 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我们希望在整个首都生活圈里面 每个人负担的通勤的票价的成本 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把它扩大到基、北、北、陶 共同生活圈 那这个案子在2018年 执行了两年之后 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中短下来 那现在的观看 因为疫情也恢复 民众搭乘公路运输的 搭乘大众运输系统的比例也增加了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来推动我们的1200首都圈月票 这个时间点是恰到好处 下午蔡世英持续在安乐区进行车队扫街活动 平常相当低调的蔡世英夫人蔡侨婷也首度参与 夫妻俩合体在车上向民众挥手 拜票争取支持 蔡侨婷坦言有点紧张 不过希望借此向市民表达感谢 并期望继续支持蔡世英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今天是我们安乐区的车嫂的行程 那大家知道我过去也是曾经多届的担任 基隆市安乐区的市议员 这个就好像我自己的家乡一样 那所以这次我也情商我太太 那我们愿意出来来这边向车队扫街 来跟我们的市民好朋友来拜托 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太太跟洪生永的夫人也是好朋友 所以他们说一定要一起出来跟大家来拜访 那之前滑家也当过我们办公室的助理 跟我太太也都蛮熟悉 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车嫂的活动 来向我们安乐区的居民表示恳求 那安乐区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非常多的公共建设 跟公共的测试 所以我相信市民都有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们会继续在过去又参加适应 让基隆改变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迈进 1126挺18 距离选举投票仅剩18天 新北市立法人赖品渝也陪同蔡思英一起进行车队扫街 除了呼吁接用市民票投蔡思英外 赖品渝更提醒民众 11月26号对支持18岁公民权投下赞成票 刚好离1126大选剩下18天 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说 今天有非常多我们民进党的党公子 在粉砖上放出自己18岁的照片 那为的是要为我们1126同时有的 这个18岁公民权的复决来拉票 我们年底的大选呢 除了选出我们心仪的这个县市首长 还有议员还有里长以外呢 其实同时还有这张公民复决票 那其实我在地方扫街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有的叔叔阿姨还未必知道 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一起来拉票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针对9026国道路线 传出在12月1号要减班换路线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与副议长林沛翔 特别召开记者会提出质疑 希望能够厘清真相 别让通勤族忧心 上下班会更加困难 通勤族权益 讲清楚说明白 9026是仅次于1815 在安乐区最大的通勤路线 最高以前在疫情之前 每天是2200人在坐那台车 也就是有2200个家庭 跟这条路线有关 服务品质下 这个12月我们才知道 可是大家都很担心 佩翔副议长在问候这些通勤族 我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 但是现在原路线不是就已经跳票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边 请他们出来踹共 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不是答应大家要维持原路线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他们绝对不能闪躲 在记者会现场副议长林佩翔 跟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先用一段影片来说明 跟业者电话询问的过程 得知可能在12月1号 9026就會更换路线 喂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在南港车站坐车回基隆 搭9026回基隆的通勤族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12月1号之后 南港车站还有这一站吗 我们到时候开始领域是没有南港车站的一段 我们就到南港展覽館 所以我要跑去南港展覽館的车 你也可以从南港车站住一站监驭館 做解运过去 哦 做解运过去 对对对 做解运过去 其实是会给你打工程怀疑 哦 所以你们是12月1号 那我们是12月1号才会接受 那我问一下未来月票哪里买 月票的部分我们这边还没有公告 嗯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哦 没有 它的书没有月票 没有月票啊 对 哦 好 那我知道了 OK 我这边问一下 那 那个 你们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以前人家传闻说 以后就直接一高细子交流道 一路塞过来到南港 这是真的吗 细子交流到到南港 就是说以后那个我们不走三高 以前9026都是南港那个 南港展览馆之后走三高 那现在就直接走一高 直接上棋子是真的吗 嗯 我们有棋子有停好几个店啊 哦 是哦 对 所以说你们不会照三高 你们会一高一直一直 就是那个上班的时候 从棋子交流倒下来 然后一路走到南港就对了 对 因为我们会天亮电视拍 然后故障板定和客 问我们就到了 OK 好 那我知道了 好 谢谢 好 再见 至少10月31号 刚好我想打个电话去问 然后出来的结果居然是说 砍站跟换路线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去塞车 变成是说未来 不只是说你砍站之后 那边后车的环境其实非常不友善 每天250人在那边等车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非常急了 未来那边是500个人的时候 我不清楚 我怎么样去跟这些 安乐区的等车民众说 市政府有答应过我不会换 不是说不改变路线吗 为什么路线改变了 说也不说一声呢 有啊有要说啊 什么时候说 选后再说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 谢国梁跟副议长林沛祥 呼吁主管机关要站在通勤族的立场 来要求9026业者不要让通勤族上下班 变得越来越辛苦 而针对9026客运12月起将改道减班 金融市府陈青表示 市长亲自向公路总局局长确认 9026的路线不变 班次级运量也不会减少 仍然会进南港车站 请通勤民众放心 针对有候选人声称 由基隆大五轮来往台北市南港的9026客运 将从12月1号起由新业者接手经营 同时会更改路线也不会进南港转运站 对此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 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上澄清 这项说法与事实不符 林永发表示 经过金融市长林永昌亲自向公路总局局长 确认后证实9026路线不变 班次与酝酿不减 同时仍会进南港车站 9026其实现在是如期的一个正常在运作 那这个部分也不会像外界所传的 12月1号要换人接手 那我们这个部分 早上市长也跟公路总局的陈局长确认过 那基本上9026 第一个他的路线不会改变 第二他的班次不会减少 他的酝酿不会减少 而且这一班车要进南港车站 立法人蔡世英也痛批竞选对手为了选举 竟然听信业者片面支持散布不实言论 蔡世英强调会以公众利益为优先 做好三项坚持维护通勤民众权益 谢国梁、谢先生对于这个业者的护航 实在是太明显了 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国民党 跟符合客运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一直希望符合赶快竞速的上路 但是我觉得大众运输 这是属于公共利益的关系 而不是只是看业者的部分而已 所以我跟我的对手谢国梁 在这个议题上是完全不同的观点 对我来讲9026它代表的就是基北的通勤 也因此到目前为止 我跟我们的右上市长秉持了几个主要的原则 第一个它的路线不能够被减搬 第二个它不应该被改到 第三个它要进入南港的转运站 这几件事情从开始到现在到未来 市应都会继续这样的坚持跟主张 那交通部也讲得很清楚 在这段待死的期间里面 相关的运费的亏损的部分 交通部会来处理 所以我想市民朋友不用担心 我们9026的服务品质可以维持异样 蔡世英除了要求谢国梁必须会散布不死言论 向市民道歉 也表示已经向交通部长王国才确认 9026绝不会停死 请通勤民众放心 记者张奇腾记录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农委会发放9万份的农邮券 记录渔会四天的营业额就破百万 业绩是平常的十倍 工作人员忙补货 预计这几天名额就会用光 金融与会直销中心才一开门 民众就要来抢国产鱼货 龙胆石斑就剩这样也没剩几个 金木鱼也没有了 我们的龙虎斑也都没有了 仔细看架上的石斑鱼 鱼鱼白带鱼通通被买光 隔壁的丝木鱼也剩下不多 前三天基本上东西都跑得很快 那丝木鱼系列我们也是有很多货 那我们就是也都卖光光了 就先加上这些而已 他买那个丝木鱼 买那个鱼鱼 他本身农民的辛苦吧 嗯 靠活动力有探极嘛 这应该还在嘴 所以今天也是为了农邮券特别来买吧 对 你跟他过来买 你跟他过来买 好,谢谢 好,拜拜 对我们这个渔会 你又的餐品都有 渔会电话响得不停 农委会4号发出了9万份的农邮券 只要买12个品项的国产与农产品 以600为一单位 就回馈600元 每个人不限购买次数 渔会工作人员每天忙着补货 营业额是平常10倍 4天就破了百万元 农邮券从4号就开始了 但真正人潮竟然是从5号 星期五开始 我们那天业绩就大概突破平常的10倍 10倍以上的 然后这样星期六 礼拜天 我们就加败人手 来处理这一块 因为就只有接电话跟补货 就做不完了 政府这次农国线真的吸引了很多人 而且我们这次 我们有足够的货量 来供给这些购买的人 我想很多 我想很多农业都措手不及 而且我们这几天 农会一直吹着我们要很多的移货 相关的这些移货 尤其石斑鱼白袋鱼 最抢手的这些鱼商品 他们买就只去买这些东西 大家不是买一份 大家都买五份十份的 现在买的是吃的 然后农国建他们实际上算是说 农国建如果下来的时候 过年还有一批可以买年货 可以两边都可以用 所以这次农国建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成功 以这次国产鱼货来说 石斑鱼白袋鱼五载鱼及鲁鱼 和台湾鱼最畅销 几乎才一上架就被扫光 一箱上货大概一个两只就扫掉了 就后面继续补货 所以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昨天特别的加败 就楼下门市的部分 都加败四五个人来补货上货 他来的话不可能只有买这些 这几样农产品而已 而且很多人在询问 是不是年底能不能再一波 来刺激这个经济 让他们也有这个机会 没有买不到的人 可以再买一次 櫃台前一代一代的结账 另一旁余会人员协助民众上网 凭发票登入 由于不用抽奖 九万分的名额用完就没了 超级好康 难怪民众说什么都要多买一点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